我们再来看央视官宣 哇 大陆又有一个技术突破 超级风动 很可怕 这个数据大幅领先美国 历史五年研发的超高速的风动 GF22通过了验收 什么概念 大家可能不太懂 但我们先做结论 就是它领先西方大概至少30年 那中国有很多军事的一个频道 特别点评了这个题 告诉大家30马赫什么概念 相当于每秒10公里 那中国有了超高速的风动 可以怎样呢 简单的来讲 既然有了超高速的风动 未来可以研制出像这样 超高速的飞行器 那东方点兵还有一个频道说 如果30马赫超高速导弹诞生的话 天哪 速度更快 更难拦截 是根本拦不住 韩兵你怎么看待 又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 这个其实我想西方听到这个消息 应该会蛮震惊的 因为美国过去一直认为 高超音速那个东西 其实没有这么好用 没那么快达成 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 其他的一些课题 就发觉这几年 俄罗斯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这种极音速导弹一个一个出现了 所以美国这几年才开始 极起支追要做自己的极音速导弹 那以美国的科技实际 当然要追上来是很快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又弄了这一个 那你弄了这一个之后 很简单吧 因为它能够模拟 30倍音速的这样的一个风洞 它就可以知道 就未来做实验 就是不管是导弹也好 飞行器也好 在30倍音速的情况下 会产生哪一些变化 然后要怎么样去设计 它未来就有可能 可以做出30倍音速的 不管导弹也好 飞行器 那这些东西 以目前人类的科技来讲 假设你真的做得出来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拦得住你 也没有东西追得上 所以那基本上就是无敌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我相信美国那边一定会 包括俄罗斯 大概都会开始赶快加紧赶工 因为他们也会赶快往这个方向努力 只是中国大陆这几年来 尤其是最近这十年 很多的科技的进步 其实他们不是一下子突然之间出现 那是之前已经努力好几十年 只是在最近陆陆续续都开发结果 最近澳洲还有一个报道 在44项人类未来关键技术里头 现在有37项是中国大陆领先 我有看到那篇报道 所以这个 现在澳洲那边的观点是认为 现在西方世界要全部结合起来 大家全部一起结合起来努力 未来才有可能打破被中国 垄断这些先进技术的地位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美国现在一直不断地呼吁欧洲 这些国家要去围堵中国大陆 其实他们已经感觉到未来的危险性 所以一定要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真的 完全成熟之前 赶快把中国大陆压下去 那能不能压下去 就看中国大陆能不能突破他们的封锁 当然有个问题 就是说难道是怎样 中国人特别聪明吗 还怎样 为什么就是说美国这些西方的聪明脑袋也很多 他们的科学强项 他们的资金也都不缺乏 为什么中国大陆老是可以突破这个突破那个 那西方就是不行 是因为有些苦力西方根本不愿意去做吗 韩平我问你 为什么老是中国大陆这个突破那个突破 但是美国跟西方不行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美国跟西方确实有他们先进技术的地方 可是问题是 美国的问题是 他要掌握全世界 所以他把他大部分的经费跟预算是分布在全世界 那西方呢 他们想的是赚钱 所以他们觉得军事上我依靠美国就好了 欧洲这一国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美国强就够了 我们负责去赚钱就好 所以他们的有很多先进技术 为什么没有继续研发下去 因为距离研发下去要烧很多的钱 然后短时间之内又看不出来能够赚钱的机会 那所以他们就把他先割在那边 中国大陆不一样 因为中国大陆大家都知道他已经被封锁了几十年 他如果不自己研发的话 没有人会把技术给他 所以就变成他用整个国家的力量 一直不断 即使不断的烧钱 我就持续的去做 那到最后慢慢经过几十年就开发结果 我可以说其实中国大陆今天很多科技 之所以能够开始在业界呈现领先状态 其实是被美国人逼出来 你逼着他不得不去研发 所以这就是美国人自己种的果 你现在就开始收成了 就像光刻机也是 对不对 不卖给他只好自己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如果说你关注这个大陆建设的话 大陆有基建狂魔支撑 真的是好快 不管是一条路一个隧道等等 一下子就盖好的概念 又一个重磅宣布 这也是一个全世界之最 它是最长最宽的钢壳混凝土的城管隧道 深中 深中指的是深圳跟中山这两个城市 它叫深中通道 这个海底隧道 我们看到在目前已经顺利对接了 已经用大陆的术语叫河龙成功 实现了跟东侧 我稍微把地图调出来给你看 实现了东侧24节管的精准的对接 那2018年的4月份 我们看到开工 5年之后 现在就已经河龙 是不是很快 才5年呢 5年呢 而且它的难度很高 因为是在海底下 那深圳跟中山两市 在这个林丁阳 林丁阳的海底实现了牵手 而它总长 光是这一段的总长 是6.8公里 你不要看6.8公里 因为在海底 它要整个海水的压力等等 必须要非常的坚硬 所以它的总共的用钢量 32万吨 32万吨是什么概念呢 你知道在北京奥运的时候 鸟巢对不对 它是鸟巢用钢量的三倍 那整个深中通道 大概全长224公里 2024年就会通车 到时候深圳到中山的车城 很难想象 本来是两个小时 现在多少 20分钟 好可怕 我们把地图调出来 你会比较有一点概念 大家看到 深圳在这里 中山在这里 所以深圳通道指的 就是这一段 那现在我们讲到说 这个河龙成功的 指的是这一段 之前的这几段都盖好了 全长是24公里 那这是这个粤港澳 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工程 其实在当初我们看到 这个大湾区的核心工程里面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是林丁阳的大桥 它的主跨度是1666米 那桥梁的总长是17公里 那中山大桥的主跨度是580米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段 它就是最后的一里路 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里路 海底隧道 但是这一段它的难度也很高 不管它是用钢量等等 等于是说双边开始已经和龙了 已经对接成功了 那整个仪式要在明天进行 6.8公里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这个所有大陆媒体 广泛加以报道 当然主要是着重在这个经济层面 因为它只要一接通之后 大家看到交通的这个影响 整个大幅的减少 距离缩短很高 大家简单的想一下 就像是我们台湾有了高铁之后 有没有北高啊北中啊 一日圈成形 所以它打通之后 对于这几个城市啊 深圳中山啊等等啊 它未来的这个对接 就更加的便利 也会更加的密集 严老师 我记得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 读这个中国的什么铁路啦 工 这个大家会寄一些河流 那时候觉得铁路好少啊 就寄什么越汉铁路啊 平汉铁路寄几个 结果国父那时候 不是有很多这个建设的 这个实业计划嘛 结果现在大陆把它实业计划 都完成了 然后又更多 做了那么多之后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会不会它到时候 这个所有的隧道的这个能力 到时候在台海中间做一个 然后就好像我们台湾那时候 就像英国一样说 上帝给一个英吉利海峡 就是要我们跟欧洲分开 绝对不要有这个隧道 结果后来好像通了以后 大家还觉得蛮方便的 那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真的大陆这个隧道 都已经坐到我们旁边了 然后又忽然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通 那